針對室內空間 我們提供的是 甲醛濃度的植毒式儀器檢測 那針對工廠形態的板類材 我們是以依據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CNS1349法的甲醛試出量的檢測 有見於室內空氣品質對人體的危害 其中又以甲醛對人體傷害是最嚴重 而且時間是最長的 其實甲醛我們大概知道 對人體的影響的嚴重程度 大概最嚴重可以致癌白血病 甚至小朋友過敏兒 悸喘兒童 這些對人體的危害都是非常嚴重 針對這個部分 我們公司目前所有的Sickhouse檢驗室 我們有專業的二級檢驗室 國內在今年也首度針對Sickhouse檢驗室的部分 有一級檢驗室的測試 我們公司也針對這個部分 派請我們的專業人員 去在國內今年的認證及測試 我們是國內唯一擁有 甲殼素塗料及製備方式的發明專利的擁有者 我們是將甲殼素及甲醛的反應機制 我們是用於塗料 以甲殼素的輕氧積極安積作用 去達到破壞甲醛分子結構 以達到去除甲醛分子的目的 我們公司目前的產品 主要區分為兩個大項 一個是針對工廠製成的部分 一個是針對裝修工程的部分 在工廠的部分 我們是針對比方說板材 木地板 美耐銘板 甚至是在一些牆紙 地毯 紡織物 我們針對這些在工廠製成的部分 我們有各類的添加劑及鑄劑 主要的作用在於除甲醛 防霉 抗菌及除蟲的部分 我們在目前以台灣及中國大陸地區 我們針對一些指標性的廠商 我們都有在這一方面的配合 那甚至在跟國內幾個大學 包括台灣大學 台北科技大學 中原 以及評科大 中心大學等等 我們也有這一方面的合作 在室內裝修品這一塊 我們目前的產品有塗料及蠟 在整個的使用過程 我們一般從室內裝修開始來談 在室內裝修一開始的時候 木工他們會進一些板料到裝修現場 我們可以派工在裝修現場去針對板材去做徒步 因為其實板材它的甲醛含量是最高的 主要是因為他們所使用的膠 膠合劑 必須添加所謂的三聚氰胺以及尿素 那這些就是甲醛含量最高的部分 那我們針對這個部分就是要去去除它的甲醛 那我們在幾個施工的步驟呢 有的是可以採取在現場施工 那也可以在我們配合的代工廠 去做板材這部分的直接加工 那其他在於蠟的部分呢 我們在裝修的末期 在清潔過後呢 我們就可以針對櫥櫃 以及木地板 這部分去做上蠟的動作 因為我們大概知道 其實櫥櫃的內部 因為它通常是封閉式的 其實這個部分的甲醛含量 依據我們的經驗值 甚至我們機器去判毒之後 甲醛值其實都是最高的 針對甲醛的危害呢 本公司以天然無毒的成分 研發出一系列的商品 對人體以及環境 不會有二次的傷害以及污染 並且在裝修過程中 能夠達到去除甲醛的目的 讓我們能夠有一個安全無毒的健康家 感恩 感恩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